那麼沒錯我今天在拉相撲硬局 對非常非常少見我知道 那麼我以前到現在呢我都一直在拉傳統 所以我相撲硬局的訓練的次數呢可能都不超過五次吧 可能就三次四次這樣子 那麼今天呢正好興趣來吵拉個相撲硬局 那麼今天就正好來稍微講講就是說 很多人都會有的一個算是疑問或誤區就是說 很多人覺得相撲硬局一定可以比傳統硬局拉得重 那麼好像大多數情況是這個樣子大家也都看到了 好像每個人都覺得他們的傳統比例 他們的相撲比拉得比傳統重 那麼比賽呢現在也非常非常大的比例是在拉相撲的 但是呢如果你們有在看IPF或者是各種比賽的話就應該知道 各個量級的世界紀錄就是硬局的世界紀錄 有拉傳統的也有拉相撲的 所以呢並不是說相撲一定拉比傳統重這個樣子 那麼我們現在簡單的分析一下就是 相撲硬局呢當然它的行程肯定是比傳統硬局要短 然後呢你的寬跟槓鈴的距離呢也會比較短一點 所以這麼看來呢它應該是會像它來說簡單一點點 但是呢相撲硬局它更是技巧 可能你的硬局的過程中一個小時 你這一局可能就失敗可能就沒辦法完成 那麼傳統硬局呢相反呢很多時候可以靠蠻力把這個動作完成 所以在比賽的時候呢傳統硬局這點算是小小的優勢 不過呢我個人非常喜歡相撲硬局的一個點就是說 跟傳統硬局比起來 就雖然你這兩個動作都在做最大重量 但是做傳統硬局跟做相撲硬局比起來呢 傳統硬局對身體負擔更大 你做完之後呢會覺得身體非常的累感覺要三加垮 但是做相撲硬局呢 雖然說你做完之後你也是力竭也是很疲勞 但是呢對身體負擔你就會覺得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好像你身體輕鬆了很多這樣子就是沒有那麼大的負擔 那麼這裡呢最後把重量載到220公斤做5下 那麼當然的我因為很少練相撲硬局 所以呢姿勢上並沒有說非常的好 再加上我是背部主導的硬局 我做硬局的時候我的背刺很多 我的腿比較弱 所以呢我做相撲硬局的時候呢 可能不像有些腿部很強的人他們會做得很低 所以我還是很大一部分靠背把它拉上來這樣子 那麼這前四下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最主要是最後一下第五下 如果你們仔細看你們可以看到 我的右腿小腿把我的槓鈴 在起來的時候呢往前推了一點 導致我的槓鈴跟我人的距離變遠了 所以整個起來的時候呢 會變得更吃力 所以第五下看起來就整個起始動作的時候非常的不連貫 這也是我之後在做相撲硬局的時候呢 需要更注意的地方 畢竟做相撲硬局的時候 你的小腿跟槓的距離比在做傳統的時候要更近一點 所以更容易發生這種問題 當然你們可能很多人有注意到 我做相撲硬局的時候呢 我每一下都沒有完全鎖死 那麼主要是因為呢我的脖子就是 那個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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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兇所乳凸季對 非常奇怪的名字 之前有點受傷了 所以呢 我現在如果完全把他鎖死往後拉的話 可能那個脖子那邊就會有點痛 所以我就沒有去完全把他鎖死這樣子 那麼 最後的問題呢就是 你到底要拉相撲硬局還是傳統硬局呢 那麼這很簡單就是 如果你有要比賽的話 哪個重點就拉哪一個 對就這麼簡單 當然還有點要考量就是說 因為香波硬局比較吃腿 所以呢你可能深蹲握推比完之後呢 你的腿比較容易無力 再加上香波硬局比較吃技巧 所以相對來說失誤比較可能會容易發生 那麼對我個人而言呢 我的香波跟穿透硬局 重量其實沒有差非常的多 可能香波硬局會多個10公斤左右 但是10公斤其實差的非常少 但是呢大部分的時間 我應該還是會以穿透硬局的訓練為主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穿透硬局提升了 你可以carry到很多你的香波硬局 但是你的香波硬局提升的話呢 你的穿透硬局可能沒有辦法帶到那麼的多 至少對我來說是這樣子 那麼偶爾這樣子從穿透硬局裡面出來 拉一拉香波硬局呢 我覺得很好的一點就是說 相對來講可以減低對身體的刺激以及負擔 超級的 朋友們 超級的 1 i play my damn